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意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相信我们大家都深有同感 我们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 为了生活和家庭 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日常爱好 然后一门心思 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此时我们最大的心愿 莫过于就是在退休 或者是老了之后 老人能够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充实起自己年轻时的兴趣爱好 这是人之常情 我们大家都能理解 虽然说我们每个人的日常兴趣爱好 是不一样的 但相对而言 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在平时都喜欢打麻将 当然我们很多老人在退休之后也会 加入到这个打麻将的序列当中 这是因为打麻将不仅能休闲娱乐 而且还能抑制提神 总之 打麻将本身就是一件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 但打麻将也并非就是百分百的 会给老人带来众多的益处 有时也会给老人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负担 就像我们这位六十八岁的朱大爷所讲述的那样 他就建议老年人少去打麻将 他觉得打麻将前期很潇洒 后期火石多 具体咋回事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六十八岁的朱大爷 我今年已经六十八岁了 八年前我从事业单位退休 现在每月有六千块钱的退休金 刚退休那会 我每天不是去公园下棋 就是跟别人一起去钓鱼 我自认为自己当初的晚年生活安排的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时间久了之后 我就感觉这样的生活特别的枯燥无味 没有一丁点的意思 于是我就带着自己的老伴到处去旅行 说实话 一路走 一路看一路 完整的旅行生活 确实给我的晚年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可是这样的生活才仅仅过了几年 我就不得不告别这种生活 主要原因就是我老伴得了一场病 病好出院之时 医生特地嘱咐我 以后的日子里面让我老伴在家里好好地静养 他已经不适合在外面到处跑了 于是乎我就听从了医生的建议 每天我哪里都不去 就在家安心心地陪伴自己 的老伴 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之后 老伴的身体就是一天比一天好 我也很高兴 之后没事的时候 我就带着老伴去公园或者是广场走走看看 有时候我和老伴还会主动地替儿子儿媳去学校接孙子 日子看似过得很是平等无味 但我和老伴却乐在其中 直到有一天 我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 偶然发现有条巷子里面有很多人进进出出 不知在干什么 我就赶紧上去一探究竟 原来是一家新开的棋牌室 当时很多人都在打麻将 看见他们激战震撼 我在旁边看得都入审了 要不是老伴打来电话 我还不知道会看到什么时候呢 又过了一段时间后 我也正式地加入到了打麻将的行列当中 我当时之所以去选择打麻将 主要原因就是我年轻时就爱打麻将 但我当时工作忙 根本抽不出时间完 找个现在条件允许了 我自然不能放过 说实话 自从没事去打麻将之后 我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我每天早上吃完早饭就去打麻将 一打就是一整天 中午饭就订外卖 晚上回到家后 最少都在十点钟以上 此时我的老伴早已入睡 甚至于有时候晚上做梦 都是白天打麻将时的情景 我从没想过 打麻将会有如此的魅力 让我每天陶醉在其中 但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和我去 打麻将次数的逐渐增大 一些不好的事情 就都让我给碰到了 这让我就是半分的沮丧 有一次我在打麻将时偶然认识李伟 据他自己所说 和我老家是一个地方的老乡 一来二去的我们就成为了好朋友 有时我们还会相约一起去饭店喝上几杯 直到半年厚厚的一天 我才认清他的真实面目 那天我正在打麻将 他就着急忙慌地找到我 说自己老婆着急做手术 还差五万块钱 他对我说五天之后 他儿子就会把钱打给他 他到时间就会把钱还给我 我当时打麻将正在信头上 我就从手机上给他转了五万块钱 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我 并且再也联系不上我 这位所谓的老乡 可我并没有让任何人知道 包括我的老伴和子女 我就害怕告诉他们之后 后再起什么祸端 我只能是自认倒霉 还有一次儿子给我打来电话 说自己有事 让我去帮忙接一下孙子 我满口答应 当我接到孙子之后 我一看时间还早 我就准备再打一回麻将之后 再把孙子送回去 于是我就让孙子在我旁边玩 可我一时打得兴起 早已经忘记了孙子的存在 当儿子打了电话的时候 我才发现孙子没影了 当时可把我给吓坏了 于是全家人出动找孙子 好在孙子去他同学家里玩去了 从那之后 儿子儿媳和老伴等人 看见我的眼神就总是怪怪的 甚至于在一段时间以来 他们都不会过多的搭理我 我的心里面就是别提有多难受了 而最严重的一次就是那天晚上 我正在打麻将 这使我老伴的心口特别的疼 于是他就第一时间给我打来了电话 可当时棋牌是人声嘈杂 再加上我正专心致志的在打麻将 我根本就没有听见手机响 后来还是我对门邻居的孩子 把我老伴送到了医院 医生说再晚来一回 我恐怕这辈子都见不到老伴了 事后不仅子女对我是一阵的埋怨和数落 就连老伴也不想跟我过了 打麻将期间断续在我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 就是让我身心疲惫 而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 我决定余生的日子 我再也不去打什么麻将了 毕竟家庭幸福比什么都重要 同时我也建议我们的老年人 在晚年之后少去打麻将 因为长时间去打麻将 那真的就 是前期很潇洒 后期或是多 祝大爷在晚年之后 就是抱着一种重拾年轻时兴趣爱好之目的 去棋牌式打麻将 原本打麻将就是一项有意身心健康的事情 再加上打麻将 这是他的兴趣爱好 因此祝大爷当时去打麻将 也并无什么不妥之处 可为什么他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是不仅自己不去打麻将 而且还建议别的老人少去打麻将呢 主要原因就是在他身上发生了几件非常不好的事情 但是这些事情的根源 都是因为他对打麻将的过于痴迷 从而才引发一系列的祸端 老年人在退休之后去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 这本身没什么 但是我们的老人不管做什么事情 就都要把握住一个适量原则 也就是说凡事都要牢牢地把握住一个度 因为老年人一旦到了一定的岁数 那么余生留给我们的时间就是已经不多了 倘若我们老人就是一门心思专心致志地去做一件事情的话 我们必然就是会失去做其他事情的可能和机会 同时过度的沉醉其中还会让我们的老人迷失自我 这非但不会有益于我们老人的身心健康 还会给我们老人自己带来无尽的伤害和痛苦 所以说我觉得人到晚年 也就是老了以后 我们的老人不管做什么事情 首先一点就是我们的老人 一定要保证自己所做的这个事情 不会给自己子女和家庭等带来诸多的 开除才行 要是我们的老人因为过多的痴迷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当中 从而给自己带来了其他一些无法挽回的损失 那就真的有点得不偿失了 说白了 我们的老人一定要学会正确的取舍 人生没有什么不平衡 只有正确的取舍和选择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